2007年,还是二人传演员的宋小宝被赵本山看中,成了他的第32位徒弟。 至此之后,宋小宝的人生迎来了巨大的转变,渐渐逆袭成了有名的喜剧演员。 要知道,宋小宝在成名前,日子过得非常艰苦,靠打工维持生活。 因为长相奇特的原因,宋小宝才慢慢迎来了好运,从而一步步改变了命运。 事业上走向了成功,宋小宝的婚姻生活也是美满幸福,还生下了龙凤胎女儿。 可回想往事,宋小宝在成名前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,成了他人生中抹不去的遗憾。 宋小宝出生在吉林通化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,他也和很多在山村长大的孩子一样,自小就特别独立懂事,而且能吃苦耐劳。 因为家庭贫穷,宋小宝在读初二时就辍学了,一个人去了沈阳打工。 没有文化,也没有一技之长的宋小宝,在沈阳很难找到一份工作。 无奈之下,宋小宝去了一家饭店,应聘洗碗工的工作,一个人360块钱。 就这样,宋小宝开始踏上了艰辛的打工之路,也开始独自一个人闯荡社会。 宋小宝为人老实能吃苦,所以当洗碗工时也备受老板喜欢。 他打工挣的钱虽然不多,但也会给家里补贴家用,在父母眼中一直是一个懂事的孩子。 宋小宝在沈阳一直努力工作,梦想就是能够靠自己的勤奋慢慢过上好日子。 直到19岁那年,宋小宝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,遇到了一个重要的恩人。 当时,较有名气的二人传演员焦小龙,看到了打工的宋小宝,身上充满了喜爱。 他觉得宋小宝长相很有特点,而且也非常有喜感,于是慧言识珠,将其设为徒弟。 从那以后,宋小宝从一个打工人变成了一名二人传演员,人生轨迹发生了转变。 宋小宝去了二人传剧团工作,开始拼命学习二人传表演,虽然辛苦,但却乐在其中。 焦小龙也很喜欢宋小宝,觉得他能吃苦有天赋,是一个值得培养的人才。 宋小宝一直觉得,自己学习一门手艺一定会比打工强,所以对表演二人传的生活非常满意。 他跟着焦小龙和二人传剧团到处表演,生活也开始渐渐变得充实起来,而且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宋小宝已经完全可以靠表演二人传养活自己,同时也遇到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。 宋小宝在当二人传演员时,遇到了第一任妻子霍小红,霍小红也是一个二人传演员,而且和宋小宝一样出身农村,所以两人有共同的语言。 虽然宋小宝当时也没有什么名气,而且长相也很不出众,可霍小红却偏偏爱上了她。 或许是因为爱情的力量,霍小红不顾家人反对,坚持要宋小宝在一起。 霍小红不但为人善良,而且长相也很靓丽。 宋小宝当年是捡到了宝,无比幸运,两人一起努力生活,一起相互扶持,感情变得越来越好,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。 宋小宝为了不辜负霍小红,最终迎娶了霍小红,两人组建成了自己的小家庭。 结婚后,宋小宝和霍小红依旧默默地陪伴对方,一起为了美好生活,携手打拼,两人患难与共。 那时候虽然宋小宝还没有成名,但两人的生活却过得幸福甜蜜。 到了2007年,宋小宝的人生轨迹再次发生了转变,遇到了第二个无比重要的恩人。 那一年,宋小宝在二人传剧场被赵本山发现,随后好运降临。 赵本山看宋小宝是一个很有喜感的人,直接问他愿不愿意跟自己学。 宋小宝听完后,内心欣喜不已,他当场就表示愿意。 对于宋小宝来说,遇到了赵本山,自己的人生将会大有不同,说不定会闯出一片天地。 那一年,宋小宝26岁,成为了赵本山的第32位徒弟,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。 2007年,宋小宝刚拜师赵本山,就在关东大先生出演了一个角色。 随着徒弟越来越多,赵本山开始甘当绿叶,力捧自己的徒弟成名成外。 不过,相对于其他人,宋小宝算是后来居上,成了赵本山最得意的徒弟之一。 直到2011年,宋小宝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机会,他开始一鸣惊人。 那一年,赵本山和宋小宝一起出演了小品《相亲》,结果一炮而红。 他那句,海燕啊,你可长点心啊,直接成为了爆火的经典台词,成了网络热门语。 宋小宝也凭借自己独特的搞笑天赋,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喜剧演员,终于成了名。 那一年,宋小宝正好30岁,成家立业。 可是成了名的宋小宝,婚姻生活却出现了问题,他和妻子霍小红低调离了婚。 对于离婚原因,据说是因为霍小红无法生育,两人的婚姻维持了7年,便烟消云散。 可是,对于宋小宝的悄悄离婚,我们无法得知真正的原因,但和平分开的两人,至此各自安好。 离了婚后,宋小宝的事业不但没有受到影响,反而一路高歌猛进。 2012年,刚成名的宋小宝主演了电视剧《樱桃》,还获得了华鼎奖最佳男演员奖。 至此之后,宋小宝开始转型,成为了一名影视剧演员,事业再上一层楼。 除此之后,宋小宝凭借幽默的气质成为了各大综艺的常客,知名度开始暴增。 事业上风生水起的同时,宋小宝也再次遇到了自己的爱情。 宋小宝随后和自己的女粉丝王雪谈起了恋爱,再次陷入了爱河里。 王雪年轻漂亮,让宋小宝宠爱不已。 两人很快结老婚,宋小宝再次进入老婚姻生活。 2013年,王雪为宋小宝生下了龙腹胎。 宋小宝终于如愿当了爸爸,人生圆满幸福。 有了孩子后,宋小宝更加宠爱妻子,而且变得更加上进。 她不但在事业上努力奋斗,还积极学习文化知识,不断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。 如今的宋小宝事业蒸蒸日上,婚姻生活甜蜜幸福,逆袭成了人生赢家。 成名后的她更是对恩师赵本山尊敬爱戴,懂得感恩和回报,把自己活成了通透的人。 从一个打工者逆袭成为刀红的喜剧演员,宋小宝这一路走来非常不易,同时又充满了幸运。 好了,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。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,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、留言、订阅。